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但是也可能会成为某些人的一个机会 那就是美国的情况告急 澎湃新闻报道 美国某某疫情持续恶化 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四天破万例 而美国的医护力量疑似也已告急 当地时间26日 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 在社交平台发文 鼓励各国广大医疗工作者赴美 帮助美国抗疫 文中写道 我们鼓励寻求在美工作 或交流的专业医疗人员 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治疗 或缓解某某疫情的专业人员 与就近使馆或领事馆联系申请签证 不过呢 消息中也明确提到了 签证到期日期 并不能决定个人可在美停留的时长 如果需要延长停留时间或调整签证身份的人 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申请 我理解啊 这个新闻呢 有四个要点 第一 美国的情况恶化 第二 向全球招募 医护人员 第三 特事特办 快速办理签证 第二 第四 不承证赴美的人员呢 可以在美国长期停留 哎 就这些情况 如果你是一个符合条件的医护工作人员 是去还是不去 要我说呀 主要呢 得先看看自己为什么去 我觉得呢 有两种情况 用不着犹豫 立马就去申请 赶紧上网 到百度地图 哎 甭管它是什么地图啊 查到就近的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 走人 哪两种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真就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心理 就算冒再大的风险 因为我是医生 出什么情况 我认 作为医生呢 救死不伤 择无旁贷 那你就去 还有另一种情况 也用不着犹豫 就是啊 我呢 一直就有个美国梦 梦了多少年了 就是苦于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 我生不是美国的人 但是呢 我死要做美国的鬼 你说 那还犹豫啥 这回呢 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 还是那句话 走人 还有一些情况啊 比较模糊 我给大家呢 摆一摆 请共参考 假如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假如啊 你真就是受到了什么绿卡呀 或者是移民之类的所吸引 那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得说呀 目前的美国情况呢 非常严峻 美国华盛顿邮报 此前曾经报道 在传染性疾病大范围爆发期间 医护人员几乎总是受到严重伤害 报道认为呀 美国医疗体系已经出现了某些关键人员的短缺 专家们认为 随着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或者面临在家中隔离 维持人员储备将是医院和养老院 在未来几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此外 还需要呢 弄到口罩 防护服务 和供他们使用的其他防护设备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呀 很可能医疗物资溃拔 没有N95口罩 就别说N95了 就算普通的医用口罩 也没有 没有防护服务 真的就像网上说的 有的医护工作人员呢 就用垃圾袋来防护 这样的条件 一旦中标 万一挂了 什么绿卡呀 美国公民呢 还他们有什么用呢 有人呢 认为呀 老子就是体格好 或者呢 自己完全可以做到防护措施到位 自己肯定不会中标 可呢 就是担心疫情过后啊 自己呢 在美国留不下来 我觉得呀 这个呢 也用不着太纠结 就是去 能不能长期待在美国的事啊 基本上用不着超级 美国国务院领事局呢 在他的官网上呢 也列出了 上述医疗工作人员 可以办理签证的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呢 是排去签 也就是签发给短期工作的申请人 另一类呢 是J1签 就是呢 主要针对目前在美国的外国医疗工作人员 J1签呢 一年可以验长一次 一样呢 就可以验一年 最长可以达到七年 不管官方怎么规定解释 以我对美国移民政策的了解 只要你有机会拿到签证 尤其像这次 作为援助的工作前 在美国待下来 就是大概率时间 是 按移民局的解释呢 这次的签证既不是绿卡 也不是移民签证 但是呢 我跟你说 只要给你发了签证 你就能入境 疫情结束之后 如果不愿意走 你完全可以就赖在那儿不走 没有人会把你交到移民局 如果你有任性的话 我保你能耗到一个身份 你知道吧 有多少人 就是拿着旅游签证 进来了就把护照一撕 一问三不知 多少年过去了 人家不还是在那儿待得好好的吗 美国有一些州啊 根本就不抓那些所谓黑下来的人 有都是工作机会等着他 只要他勤奋肯出力 生活上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而且呢 这次你拿的是医生的身份 获得的短期签证 如果你工作出社 医院只要能给你一个工作岗位 就等于你已经留下来了 如果你的水平得了 再有一个机会拿到美国的一个行医之上 那你就是这个 你原来在本国的医生指指啊 什么这个证那个证呢 理论上讲啊 美国呢是不承认的 在美国行医必须通过阳科的考试 而且在平时啊 想拿到一个美国的行医之上 非常非常困难 可现在啊 毕竟是特殊时期 而且呢 你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 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的人 没准儿 你懂吧 很可能就是一个契机 去还是不去 好好想想吧 好 今天呢 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